及时新闻综合报道 南韩知名企业乐金集团LG 会长举本茂 Ku Bang 今天离开人是 享受73岁综合媒体报道 从去年至今年初 举本茂多次进行脑部手术 日前病情恶化 住进首尔大学医院接受治疗 但仍回天乏术 稍早于首尔辞世 报道指出 根据剧本茂生前医院 后事将离切从简 并以非公开方式举行 报道提到 LG集团周四 17日 曾传出身体温酿的剧本茂 打算提名自己的儿子进入董事会 为后续接班做准备 根据公开资料显示 剧本茂长期掌管南韩第四大企业乐金集团 可追溯至它的祖父剧人会 COOING 于1947年创办LG 1969年由儿子 剧本茂的父亲剧资景 COO CHAR KIRN 接任会长一职 1995年在交报给剧本茂 据了解 月金集团事业版图日益扩大 旗下的乐金电子在全球贸易中 占有一席之地 除了贩售消费电子产品 还跨足电信液 显示器 化学制品以及充电电池等 在业界均享有盛名 据悉 剧本茂过时后 留下妻子 两名女儿以及养子剧光模 COO COOING MOW 至于集团日常事务 目前则由剧本茂的包地 集团副会长剧本剧 COOING JOIN 赞代打理